虽然日本国民已经不再把新冠疫情当回事了,但日本每天依然有数万人确诊,且每天都有200到400人死于新冠病毒。 我正好在前段时间也扬了,就把日本现在在全民开放的情况下,是怎么防控新冠疫情的事情说一说。 开始发烧以后,我先去日本街头的免费PCR2检测点进行检测。 在网上可以查到离家较近的免费检测站,由国家出钱为每次检测提供约5000日元的补贴。 确保主要车站,每个区域都有检测站,而且检测联网,用了一些防止片补贴的措施,一般是上午检测下午出结果,下午检测第二天出结果。 我分别去了两个地方检测,都收到了阳性的邮件。 邮件同时附带东京都的新冠阳性登陆网址,由患者自行网上登陆或打电话登陆,网上公布的感染数字,就是这一登陆数字的汇总。 然后还会询问是否需要食物配集,选择需要的情况下,一至两天会收到去一所配发的两箱食物。 大概就是素食类的米面罐头,饮料咖啡茶,至少20多种,整整两大箱,就是视频里拍的东西够一个人吃个五六天的量。 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,但万八千日元的室友,中心意思就是让感染者不要外出,在家休养。 如果不是呼吸困难等急重症,医院是不会受理普通发热咳嗽的感染者的。 而是由区域所指定一名社区医生,电话来确认到家诊断的时间。 大概来个两三天,每天一次,量体温,血氧值,根据病情,发点而退烧止咳药,在门口不进屋。 每次三五分钟。阳性登陆后,区域所会打一次电话,确认登陆信息,然后的几天都由社区医生负责。 只要退烧两天以后,社区医生就会通知,一日可以出门了,大概就是确诊后第五天左右,无需再做PCR。 我感觉这一套制度设计的中心思想,就是把轻症患者隔在家里,由社区医生负责。 避免所有人拥挤到医院,为重症急症的及时救助创造条件。 日本计划于5月份下调新冠为普通流行病,届时这一制度也将结束。 那么你认为日本目前的防疫制度,对疫情管控有作用吗? 留言区告诉我,谢谢。